大家好,回到絕網監牢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我就已經課金了 買了這個體力券 免得經常等太久 因為我不知道要玩多久 快點解決它 其實我一開始課金 一開始不知道第2、3張 其實已經開始想著課 因為實在太久了 但我發現它這個課金很白癡 這個課金是很低 它有很多不同的負款 什麼銀嫩 還有支援寶 還有微信 可能是因為它是一個翻譯 它是由其他 看法組應該是中國的 玩家看法員 之後再加入這些 購買的渠道 但是是沒有Visa的 我一開始 我打算課,無所謂 但是它沒有Visa這個問題 搞到我搞不到 最終我看到有一個 付款功能 就是賣卡 賣卡大家知道是什麼 即是那些 那些online game的點數卡 那我就搞了很久 因為我又忘了賣卡的帳戶 所以我又搞了一段時間 又要搞什麼 忘記密碼 然後又要搞支付密碼 很多款密碼 現在那些帳號說 你自己登入密碼 然後有支付密碼 來確保你的安全帳戶 最終搞完了 終於搞完了 然後發現 咦? 我的Arcade裡面 竟然是有錢在裡面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裡面有 然後我就順利成章地 拿來買這個 點數 也不用說怎麼用錢 因為我不知道這筆錢怎麼來 那大家看到 我現在就 1400個 那就可以買25張 其實我覺得夠了 足夠有餘 我覺得 不需要說特地買這個60張 25加2550張其實都夠了 我覺得 還有現在5點鐘 正好可以玩這個第六張 最後一張 看看 說到我暈了 這裡好痛 我們做什麼 看起來被人帶到轉網監牢 為什麼我們又來到這裡 看看那裡 起座 沒事吧 是大家 太好了 這個是真正的起座 對啊 之前做過的事 真的很抱歉 沒事 你不需要再道歉 我們已經知道你的煩惱了 接著來只需要互相幫助 這樣才是我們的研究部 沒錯 謝謝 你這個小子 真的令人添麻煩 起座已經回來了 我們的研究部已經完全復活了 沒錯 那我們就去開復活派對 雖然想這麼說 但是為什麼我們一下子被人帶來絕網監牢 對啊 起座的正法不是應該結束了嗎 對啊 各位辛苦了 大家好 貓燕還有什麼臭 這個我完全不懂得讀這個字 請問為什麼要帶我們來到這裡 這個是為了 好像往上一樣恢復信誓的記憶 以及向你們傳達的感謝之情 感謝 一來目前存在的分身靈都被人消除了 恭喜大家 蛤 沒有了分身靈 爆肌了 接下不會發生分身靈案件 大概 那信誓的記憶呢 一次過還回給你 來吧 是時候被你記起一切了 好 立即感到頭暈 立即躺在地上 怎樣 火災事件 這裡是哪裡 看來跟什麼設施一樣 蛤 這裡有個人 不是 沒有啊 我不要跟任何人扯上關係 明明都這麼相信他 但是他心安理得這麼背叛了 這個是我的記憶 這個是誰 人會隨時拋棄其他人 所以我不會再認任何人 人跟人之間的聯繫 我不需要 我只是想孤獨一身 這個就是他 還有這個絕望感 我很清楚 對 我以這個契機 變得不敢相信朋友 他也有分身靈 拋棄了 跟所有人的聯繫 蛤 這個就是他 剛才那個是 好啦 現在你所有的記憶都恢復了 就是他信誓 我記得了 我剛剛 在記憶裡見到 一個對人際交往感到絕望 躲在暗處震的男孩 就是 那個人 他一直在說 一個人就好 他經歷過很痛苦的事 因此對人與人之間的基本絕望 那個少年 就是我 分身靈 他就是分身靈 而我就是那個少年的分身靈 對了 你是什麼意思啊 你不會玩我們 哈哈哈哈 你終於記得了 沒錯 你來這裡的時候 我就看得出你是分身靈 一直跟我們一起的是分身靈 這個是真的 沒錯 事實是這樣 我想這個初中的時候 父母因為工作 經常要轉校 所以很難認識到朋友 但是有一個學校裡面 跟一個英樹的朋友 做好朋友 那個男孩很互配 而且有領袖的風範 他經常帶著一群男孩 跟我一起玩 然後某一天 他們 我們想要模仿修學旅行見到的火 囚火 學校的年輕人 正可以有個動怨 然後我們收集一些落葉 點上火 我把漁網的紙丟進去燃燒 在一個動怨裡面生火 就是超大火 當時我覺得 小孩子玩火太可怕了 就一個人在外面等 誰知道裡面傳出一些煙和呼吸的聲音 拍了過去的時候 發現大家都已經躺下了 因為一樣花灘中毒 我總覺得在新聞上見過 因為相當悲哨的案件 所以這個新聞全國都播放過 當時死了兩個人 除了我知道我英樹還有另外兩個孩子得救 原來這麼多孩子得救 我們接受了警察的審訊 把燒火的事捏在我身上 因為他父母是議員 他為了臉一時之間說了謊 但我胡來那兩個孩子也順從英樹說的說我是主謀 我遭受到所有成年人的責備 憑了命地解釋 但是沒有人相信 這個明明不是順雪君的錯 手上的燒傷 沒錯就是那時候救大家留下 於是 我被第一次重要的朋友背叛了 變得不相信其他人 不敢去學校 一直留在家 拒絕所有人的人際關係 對這件事感到轉望之後 就出了分身靈 這個就是一切的起因 明明你還去救大家 竟然背叛朋友 那個人實在太可怕 太過分 原來你有這麼悲慘的過去 太可憐了 我知道變成分身靈的原因 但是分身靈這種事情 應該都會去做壞事 我們之前遇到過的都是這樣 分身靈一定會做壞事 對呀分身靈會根據本體的絕望去做壞事 可能因為他沒有了幾億 但是他根本沒有做過壞事 不是不是 這個分身靈跟其他一樣做了壞事 我不清楚他做了什麼 你什麼都沒有做 看來你不肯自己說 不過我也理解 因為你做的壞事性質真的很暗劣 原來是有做過 我還是現在才反應過你 我這個分身靈做的壞事 就是和大家一起創造美好回憶 然後再令大家失去一切友情和基本 失去一切 意思就是 他淨化之後 你們腦海裡面 關於這個家庫的記憶就會全部消失 哦原來是這樣 不單是你們 就連他的本體 也會把之前的發生事一起忘記 我真的 他現在的事就會失去憶 而且這個本體 住在你們超遠的地方 哦 OK 再次商議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即是被淨化之後 沒錯 也不會再見面 也沒有記憶 他這個是誰沒有記憶 應該是全部人都沒有記憶 你們腦海中 關於自己的家庫的記憶就會全部消失 哦 真的全部人都消失了 即是那個分身靈都不知道 突然失去朋友很痛苦呢 心就是裂開了 嘻嘻 讓你們各位看護一下失去朋友的痛苦 就是他所作的壞事 跟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感到絕望 過去被朋友背叛 了解這種滋味的他最清楚應該怎樣令大家痛苦 我不想忘記他 好不容易才成為朋友 好了不想分開 好不容易才成為朋友 就這樣太難過了 這個就是你想要的結果 你一直和這個家伙過著快樂的校園生活 分擔、煩惱、共同進步 逐漸成為了彼此心中無可取代的重要存在 但是信說你也太愚蠢 做出這種事後感到痛苦的不單是周圍的人 你的心也會很痛苦 沒錯說得是 真正的我遇到錯戰不再需要人與人之間聯繫 一直以為孤身一人是最好的 但是呢 遇到神秘渴的各位 一起度過的日子真是很開心 真是都幾幸福 逐漸回想起 被自己埋藏在心底裡與他人相處的快樂 對不起各位 我也不想忘記大家 想繼續和大家一起 難得關係變好 難得可以結識到新的朋友 但是呢 我親手把這份美好埋藏了 明明絕對不可以忘記大家 我也不想忘記你 還想帶著各位一起做很多事 而言 如果信說不在 甚至學研究保益也不會再完整 不想忘記 保留這份美好的回憶一輩 我也不想忘記你 如果可以早點和你成為朋友就好了 想不到事情發生得那麼突然 甚至都沒有辦法報答你 你個混蛋 把重要朋友弄哭 你覺得我會原諒你 神之界 還說要擅自燒在我們的記憶 如果沒有了你的話 大家都沒有可能成為朋友 是你把我們拉在一起 所以沒有了你 神秘學研究部也不復存在 這樣的分別方式絕對不會承認 一定要切化寄起你 好啦 差不多要淨化了 有沒有辦法不消除分身靈 做不到 我們已經揭露了分身靈的真面目和動機 因此必須淨化分身靈 這個就是絕望監牢的規則 太過分了 至少讓我們拍張照 這種時候有些 只是因為這樣才會拍張照 只要跟信鼠一起拍照 就算記起我們都會記起她 對呀 笑一下吧各位 就好像往上一樣笑一下 這幅是最後 即是第一幅露面的照 神之界你要站在中間一點 好啦 小冬美笑得開心一點 哈哈哈哈 好可愛 到計時開始 要保持笑容 但她又好啦 好好看著相機呀 又不能看呀 這幅有的 這幅 好像人有點少 各位多謝你們 認識到大家太好了 再次相遇的話 一定要邀請我加入研究部 總有一天我會去找你們的 Normal Ending 這遊戲 沒有得再完美的結束 這個遊戲 這裡呢 就已經是結局了 各位 我應該是 以前的話 就是玩到這裡就完 對了 跟著下去 之後的章節 應該是 我沒玩過的 對我來說 也是全新 完全不熟悉 那這裡 其實應該可以skip 應該不會再有其他厲害的結束 True Ending解放 解除True Ending 哇 要提升基伴 將六名成月等級 基伴升到10 嘩 這麼遙遠 要升10有點遠 好啦 我們現在可以玩第7、第8、第9章 對我來說 新章節 嘩 非常好 請問一下 我的心 請問一下 如果 請問一下 你好 歡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